台東縣議會定期會首日縣府各單位質詢中 議員陳志豐提出有200多家小吃部受到 縣府以不符合土地分區來使用開罰 罰單6萬元起跳 陳志豐表示這根本是搶錢 因為小吃部明明就有縣府合法的營業登記 為何還開罰 小吃部它有做試聽辦帳的業務 試聽辦帳它必須要在商業區 商業區設立 所以我們在聯合機場的資料 上面就是它不符合土地使用分區 好 所以你這個改罰這是法令 我們都懂我也都知道 不然我們現在先來講 你開發每一間我講 你現在是聯合機場 他們都有營業登記證 我現在要問你們說他們的營燈對對來 他們營燈對對來 管政府 管政府 你們有什麼 你們有什麼要合法營業登記證 他們的營營行物裡面沒有這個試聽辦菜 他就是做小吃婦娘 對 現在這個 我告訴你聽說你們裡面開罰 是 某餐延 違反連酒販賣 試聽辦唱 對 你們所有的細項裡面都總他們有行物 是怎麼會再發錢 我們要跟你們問的是 你們早期 他們違反都市計劃發二十九條 他們在這個地面不能從事這種行業 他們為什麼要合法他們的營燈 社長張國中也關心這個事件 特別到憲議會與建設處長溝通 相信這兩百週張都有開罰下去 一張就是六萬 第二次就是十二萬 一起起跳到四十五萬 我想這個對於業者的影響是非常非常的大 再過來 我們政府對於我們小支部 都有發營燈營業失業登記證 在業者認為他們是合法性 個人身為公務部門 對於違法違規 個人是要執法 但是個人一直認為 我們身為公務部門 對於一些業者 尤其這是小支部的業者 我們要先多給他們一些先導 真的 如果百姓在執法犯法的話 我們再給他們開罰也不遲 他們有不遲的部門 我們收到回去收益 我們現在說法款的部門 我們先貼錢 先貼錢 我們先去清查後 通知你改善 你不改善 我們就要開始法 好 主張你說的同事 是 建設處長吳慶龍說 會暫停開罰 在查清楚狀況後 來輔導業者 東南新聞溫格台東市採訪報導